传统的中国话 它是大量的空白 给人家一种去想象的空间 但是我的审美是另外一种审美 我是在充实里面展现空虚 取色 琢磨 构图 行月流水间 一池秋河已经溢出光来 香港美协主席林天行 以化合入称 把光注入到画面中 是它偏爱的表达方式 它底下绽放的荷花 绚烂浓烈又不失清雅 被化解成为天行荷 它以香港景象为主题创作的 画作《晨曲和维港两岸》 分辨于2005年及2008年 随神舟六号及神舟七号遨游太空 其实我画荷花之前 我一直都在画山水 用那种仲裁的手法 去表现香港的 因为香港的色彩会比较适合 尤其是咱们现代文明 色彩是接近咱们的生活 尤其是我们周围的空间 创作的色彩已经不够用了 包括技巧方面也是不够用的 所以你必须要用新的视觉方式 新的构成方式 新的色彩方式 还有新的表现手法去表现 林天行认为感受生活就是对艺术的追求和探索 他回忆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到香港定居 彼时的香港美术界尚且以西洋画为主 屈指科数的专业画家 并未能扭转殖民地社会金钱至上的浮躁 这让他感受到艺术氛围的培养和中国文化的弘扬十分重要 本着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林天行牺牲自己的创作时间走出画室 长期担任香港美协主席一职 并出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主席 日前又当选为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委员 我作为一个香港美术界唯一的一个代表 希望越来越繁荣 美术越来越繁荣在香港 所以必须要大家一起合力去推进 画家都躲在一个环境里创作的时候 那是很个人的事情 但是这个社会是需要有一个人走出来 说一些话做点事情 林天行认为美术教育应该从幼儿园抓起 这需要有一定的师资力量 令人可惜的是香港至今没有一所美术学院 也很少有真正的专业展厅给画家们使用 而令他感觉开心的是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明确提出 设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这一天他已经期盼了五年 所以我就觉得香港现在就有一种艺术的冲天的到来 你比如说像国家给了这个香港赋予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 这是其实对香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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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